关注电商分析权威MarketPlace的2021年美国电商市场报告 全美电商环境已经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排名分别是亚马逊第一、eBay第二、我马第三 且以亚马逊为例 不只2021年营收创下4698亿美元 同比增长22% 其中来自产品销售的营收最高达到2417亿美元 而来自服务业务的营收也有2280亿美元 整体创造出334亿美元的净利润 分析获利大增的主要原因是 受惠于新冠疫情大流行 居家线上消费一度成为主流 即便是2022年起进入后疫情时代 线上营收随着民众关掉萤幕 购物啊然后收取资讯 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年 最近的一个quarter你都会看它是一个正面的成长 而且它成长尤其在2019年到2022年中间呢 跳了一大段 以前可能是网路成长可能是13%到15% 结果在2020年的时候跳到18% 现在是几乎以20%在成长 可是当然啊 最近呢因为inflation的关系 又有战争这些事情啊 我们有看到e-commerce整个消费来讲是有点萎缩 可是我大致上还是预估到未来两三年啦 我还是看好e-commerce 原因就是因为说这过去这两年 大家已经被训练的很习惯了 知道去上网去用东西去买东西 像很多时候我们也就选择直接就是Uber E啊 就是Deliver就到家里 以前在2019年的那之前我们可能就是出去 我们没有那么习惯的去用 现在已经很习惯了 大家就叫进来吃 OK 那我相信inflation多少会有一定会有一个那个 Effect在整个e-commerce上面 可是呢这一段期间 假如inflation可以被控制下来 过去未来的几年 它还是会保持一直高速的成长的速度 此外面对2022年高通膨与供应链短缺 两大经济隐忧 不只让消费者开始主动减少开支 对非必需品购买需求下降 且消费考量也变得更加谨慎 综合以上情况 最明显的消费变化 就是很难会再有购物冲动 这不只让电商平台的销售业绩雪上加霜 同样也直接导致亚马逊会反映供应链成本大增 而被迫在2月份将Prime会员的年费价格 从119美元一口气涨到139美元 且持续观察7月12日与13日 亚马逊特别推出的Prime Day年度促销活动 同样也可以发现2022年的最热销商品 也与过去大不相同 而都比数字经济指数统计 Prime Day首日销售额达到60亿美元 较2021年增长7.8% 不只创下美国时尚最大的网络购物日 且前五大热销产品中 有两件都是家庭消费品 也就是说通膨已经影响到消费者网购 让他们比以往更愿意精打细算 大家现在有点shock 有点被惊吓到 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很多动作都先停下来 比如说商业方面 我们已经看到亚马逊的数字 Google的数字 亚马逊的营业额有跌下来 谷歌的在卖广告的营业额也有跌下来 Facebook都有跌下来 这在讲什么 这在说很多企业现在有点担心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他们在广告的费用上面降低了 那亚马逊的营业额当然跌下来 也是因为人家买可能比较少一点 也怕怕的说 现在inflation了 可是就像你讲的 到最后可能大家会发现说 我还是得买东西 虽然说那个营业 那个inflation上去了 但是我还是得买东西 那出去外面买 比在网络上买还是比较贵的话 那我还是会回到网络上面去买 这是为什么他们在forecast 预估说从2023年到2026年 中间网络的电子商务的营业额 还是会继续成长 而且是保持大概20%的 的percentage在成长 而对电商平台来说 另外一大新挑战 那便是AI人工智慧 知名畅销作家Bernard Ma表示 未来人工智慧不再是一种选择 而是生存下去的基本必需品 且最好的范例就是 全球最大零售业龙头WOMA 也正在大幅度转型 目标要成为一家数据公司 例如阿肯色州本顿维的WOMA总部 现在已经利用AI 设立起企业协作分析工具 专门监控网购平台上 高达2000亿笔的内部交易数据 且涵盖范围囊括 气象、经济、电信、社交媒体与油价 更简单的说就是WOMA每周都要预测 全美4700家店面 共500亿件的商品需求 而对一般消费者来说 最明显的改变就是 经常会在线上看到 精准投放的广告 且兴趣也比以往更高 比如说你喜欢滑雪啦 然后喜欢户外活动啦 它可以去计算说 你可能还会再喜欢什么东西 是适合你的 所以它在推广广告的时候 它不会把一大堆垃圾广告推给你 你也不会去浪费时间去看垃圾广告 这对你是一件好事情 对我们广告商呢 其实我们现在在投放广告的时候 精准的程度呢 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会吓一跳 我们可以说去针对说 比如说我今天是卖一个女生鞋子好了 我可以去针对说 我这个鞋子只要focus在 女生40岁到60岁中间 然后特别喜欢fashion 而且他们住的地方 就可能就只是纽约洛杉矶德州 我可以一直精准的下去 让某一些人看到我的广告 那当然是对投放广告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不会浪费钱 我会把我的广告投给应该看的人 所以对我而言 我觉得AI是一件好事情 不管是对顾客呢 或是对广告商 可是这么大很多大公司在搜集 用AI的搜集information 那要看这间公司呢 有没有道德 他不要随便把那个客户的 Information Privacy Information 给卖出去给第三方 这样子的话 那当然我们做consumer就会比较担心一点 那大致上来讲呢 AI其实可是非常非常好 非常强大的趋势来帮助客户购物啦 帮助广告商去投放广告 且在消费者看不到的地方 电商平台更扩大使用AI 比如 Walmart全美43个大型配送中心 现在就用AI机器人 负责检查蔬果新鲜度 并预测腐坏日期 以确保蔬果从农场到货架上 都可全程保鲜 且透过人工智慧 不只替Walmart省下8600万美元 且预估未来5年内 还可节省20亿美元的食物腐坏与浪费 以此对抗供应链短缺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透过AI计算与预测 电商平台有时候也必须反过来 被迫接受消费者已经成型的 网上购物习惯 现在要做广告的方式 必须你的第一步要去 真的非常了解 你的客户群是在哪几个平台上面 比较经常出现 你今天假如说是个卖 产品的化妆品的 那你可能就要在谷歌上面做广告 做广告 你可能要在亚马逊上面做广告 因为人家要买化妆品 第一个就可能跑到谷歌去做搜索 他要了解化妆品好不好 他跑到亚马逊上面去搜索 去看看他的价钱怎么样 然后在这上面呢 他当然在搜索的时候 当然的广告就出来了 所以做一个商家 你要先了解你客户的心情 跟他经常使用的东西 另外一个话说 你今天是个车祸律师好了 你不可能在亚马逊上面做广告 因为人家只是去买产品 你可能在谷歌上面做广告 因为人家会去上面说 我出车祸了 我去搜索一下 Personal Injury Lawyer OK 我要找一个车祸律师 或者呢 我跑到Yalp上面去 此外 一个无法忽视的电商新挑战 还有社区电商与评价制度的兴起 这同样左右了许多民众的居家生活圈 也就是线下日常的消费习惯 Yalp上面有很多的Rating跟Review 有时候我厕所坏掉了 那个马桶不通了 要赶快找水电工 我其实是到Yalp上面去找 看看我附近呢 有哪一些水电工 谁的评语最好 然后赶快发个短讯 找个电话进来 强调未来电商平台与网购环境 变化速度只会更快 相较之下 当多数美国人才刚开始阅读 第一代iPhone手机的新功能 并且怀疑手机是否实用 这也不过只是15年前的事情 反观 2022年却已经实现了手机下单 当天就可以宅配到家或店内取货 也就是说 电商平台上 一旦无法在网路环境中 持续引领潮流 那就只会逐渐落后 被迫淘汰 东西文团队洛杉矶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